让我们在总统府前相聚 共同庆祝中华民国113年双十国庆 现在让我们用最诚挚的心情一起祝贺欢呼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一起对整齐的动作 表现出多元创新的社会 象征着国家朝气勃勃 向往自由的坚振精神 紧接着进场的是 素勇国军荣誉部队主称的 中华民国三军提队 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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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能所踪 一切瞑目 一切大头 一切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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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进场的是 荣耀英雄-游行 member 这次游行由參與奥运 甲运-桃園-桃圓市 威山国小 少 evento隊 U17男子女子排球代表队 及记忆竞赛拳手组成 透过他们的能力 让世界看到了台湾 也让台湾走出了世界 接着出场的是 巴黎奥运中华代表团 相信大家在赛事期间 都全心为选手们集气 今年共60位选手 参加16种运动竞赛 最终夺下二金五投 共7面奖牌的佳鸡 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 而其他选手们 也都在竞技场上全力拼搏 更值得我们为他们做彩 在场上的是台湾女儿林玉婷 拳击女王陈彦晴 拳击甜心吴诗仪 举众女神郭兴 以及她们的教练 给她们最大的尖叫 请大家将目光看向正上方 给雷虎小组最大的掌声 中华民国中书记各界庆祝113年国庆大会 到此圆满成功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